一個東西 第二個 它前面一定會有個什麼 半月池 這是傳統的士兒院最主要的東西 來往這邊走 為什麼要半月池 因為以前的人 我先講一下 古代的人他沒有讀什麼書 他要求的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經濟作物探籍 第二個人丁兴旺 你只要朝這兩個方向去思考他們的思維 你就可以知道他建築是怎麼建造 所以它前面會有半月池是因為 我們講左青龍右白虎 後玄虎前豬雀是五行 五行前面是屬於豬雀 豬雀是屬火 所以為了風水的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用半月池做調節 這樣了解嗎 那再來一點就是半月池的功用在哪裡 因為它是土甲土 以前的房子都土甲土 土甲土要不要挖起來做土甲 那土從哪裡來 土一定從自己的家前面挖 所以挖起來之後 那就一個空洞囉 那就放水下去 就變半月池 它的油來 那它可不可以養鴨 養雞養鵝 可不可以養鵝 可以啦 因為就是養魚嘛 現在就有魚啦 對不對 那養鴨還可以做防疫公司 為什麼防疫公司 因為有外人來的時候 鵝會不會叫 會叫 你最怕的蛇 鵝也怕 那個蛇也怕鵝 為什麼 不是鵝會跟它打架 鵝它的大便 蛇遇到那個大便 會脫皮 會不舒服 所以它很怕那個鵝大便 因為鵝大便去化驗 它是什麼 檢性的 這件的搶檢 所以鵝大便 它刷齊塞我 就是綠色的大便 好了解嗎 那為什麼是半月池 以前皇帝才能夠做圓形 中間蓋斬圓 但是百姓呢 只能蓋一半 只能蓋一半 那半月池 我們的解釋是 為什麼要蓋一半 你看喔 這邊是 直的 對不對 代表人怎樣 做人要方正 那外面是遠的 代表怎樣 圓滑 圓滑 在內要方正 在外要圓滑 那這樣子講 有一個風水的講法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弓箭 箭要往外射還是往內射 往外射 對 那個資本金帥飯店 為什麼 它隔了一條馬路 那次颱風 資本那次颱風 結果它金帥飯店倒 因為它的半月池是 因為它 它這個 它這個飯店 它繞上來巡關 但是這個地方 照理講是種那個 樹木而已 但是它又 用一個風水池在那邊 結果變反弓 它的弓箭是往裡面射 結果就 這是風水直收啦 這是風水直收啦 所以 人家講的都不一樣 那讓大家思考一下 你們常常都說去買東西買東西 為什麼要買東西 不買藍本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要買東西 不買藍本 那我再給你講 因為現在是講古型 左青龍 右白虎 後玄虎 前朱雀 中間是 吳 來我們跟你講 左青龍屬木 那 右白虎呢 屬金 玄虎呢 屬水 朱雀呢 屬火 對不對 那你去買 如果說你今天拿個菜籃子 要去買東西 你去買的時候 你不可能買水跟火吧 所以一定是買木跟金 所以你去買就是買木跟金 這樣了解嗎 這是五行 那你看整個宅院 整個宅院 它佔地的話 它貴魂蕾 兩千四百坪 它後面都是赤組 你們看後面是赤組 本來這個圍牆 我拿一個雷射 它本來這個圍牆都是 那圍牆都是 後面建蓋的 它本來都是赤組圍繞的 赤組圍繞的 啊 所以它是圓形的 那圓形的話代表是什麼 荒原 代表是 太陽 就是陰陽兩極的時候是陽 對不對 那半月池代表什麼 月亮 那代表什麼 代表陰 所以它又有什麼 陰陽兩極之說 陰陽兩極之說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外牆齁 這個外牆齁 這個外牆都是 建造的 後來建造的 有沒有 它後面都是赤組 有沒有看到赤組 七條村的那個土甲村有沒有 那裡的支架都用赤組 赤組可不可以吃 竹筍可不可以吃 可以但是不好吃 齁 那赤組它可以做防疫公式 那整個圍繞 圍繞起來 所以人家說齁 要知居此何為貴 山豹水肥 水會這樣回來回去 必得是 所以你看它的水 都是慢慢的從龍邊進去 從湖邊出去 你看這邊是龍邊進 湖邊出去 玉帶環水 那我剛才有講過 山產人丁水管財 所以水要不要流很快 不要 要慢慢的流 慢慢的出去 你水流順快出離 全都流流掉了 所以我剛才講過兩個概念 他來到這邊 臺灣移民過來到這邊 他是希望得到很多的財富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致上給你介紹 這是峰會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再往前面來 你們進來的地方是臨時的路口 那個不算 因為這邊的路口 以前路很小 不方便出路 所以我們就從那邊進來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它的路口 門樓 一眼門樓 那門樓才進來一點 不要曬太陽 門樓他本來是兩層樓的 那民國十七年的時候 民國十七年的時候 他本來門樓是這樣子 但是你們剛才看到是怎樣 一層樓而已 對不對 那民國十七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門樓不能大過門廳 有這樣子的傳說 那所以他把它改為一層樓 因為你這管樓 公馬聽三台不出廳 他們是這樣子講 但是經過我們的調查 這個地方看過去 剛好是加工出國區 所以他有以前的前身就是台糖 台糖會有什麼 煙沖 剛好沖到他這個門 所以他就 因為以前沒有讀什麼書 就是講風水 所以他就把它改掉 風水再改掉 那改掉有沒有好一點點 那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 有沒有好一點點就不知道 所以他這個是 那他這個宅院是坐北朝南 偏溪八點五度 為什麼不能坐北朝南呢 因為只有皇帝才可以坐正北朝南 因為他八字夠硬 如果說你今天你家的宅院 坐正北朝南 你坐在那邊頭會暈 我跟你講是真的 是磁場的問題 還是床還是廟宇 他才可以坐正北朝正南 那一般的民宅會偏 那你為什麼要偏西 為什麼不偏東 坐北朝南偏西 因為台灣的氣候是吹東北季風 所以你必須要偏那一邊 這樣子過來 是合乎的 這是他們以前的 以前所講的風水 但是現在我們來講的是理論 因為很多的科學說 你的床鋪前面不能有鏡子 為什麼 因為你起來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會嚇一跳 那你還會長瘦嗎 那他不會長瘦 但是風水就說 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是理論上的 你住的要怎樣 舒適你就會長瘦 會健康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宅院怎麼幹 因為他坐北朝南之後 這個地方在哪裡 東南方 是組什麼 文昌衛 他希望他的子孫怎樣 因為他是五官 那有沒有人知道說 這裡為什麼叫災星山莊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 那我們以後這個沒有太陽的地方 再講一下 那我們到門樓去 這邊出來我們再講 我們往這邊走 因為建造這個的屋主林奇宗 因為他遇到了什麼 因為他是去打太平天國戰役 他1854年去打太平天國戰役 那大平天國戰役回來之後 又遇到戴朝村事件 1862年 戴朝村事件 或是權障邂洞 所以他蓋的房子 都有這樣子的東西發生 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槍孔 這個不是槍孔 因為這個是門 這個是因為怕人攻進來的時候 怎麼樣 很快就攻進來 所以他用兩個門鈕 從那個門進去 有兩個鈕吐掉 你要龍就打不合龍 所以以前沒有讀什麼書 很講究風水 你看左青龍又白虎 所以龍一定是在哪 一定在左邊 左青龍又白虎 對不對 所以左青龍又白虎 這也很講究 那這個呢 左邊是龍邊 為什麼是凹進去呢 因為龍會什麼 龍感珠 有龍的時候 虎就會怎樣 謙虛一點 後的 因為那個虎就要透極 左青龍又白虎的意思 我們來看前面 這個就是他的 以前的門楼字 潭戶路二段八十八號 現在住籍也是這個 那災星山莊 來進來一點 為什麼叫災星山莊 我現在跟你們講 出來之後往上一看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叫災星山莊 因為它災星山莊 就寫在這裡是個字 災星山莊 不是的 因為我剛才講過 他去打太平經國戰力 然後打戰會不會有危險 有有危險 遇到了誰 王成柱 待會兒我去 帶你們去看一下 王成柱 那因為王成柱救了他 因為王成柱沒有指示 但是他回來台灣的時候 對不對 王成柱他沒有指示 他就說 他做醫護 那順便帶他回來 一兩千年 但是我們現在 路的中途中 他就死掉了 那林奇忠回到這裡之後 蓋了這個展現之後 飲水食鹽 那就把他 王成柱在大陸的家 就叫災星山莊 拿來這裡就 就飲水食鹽 待會兒我再為你們證明說 他為什麼 會有兩個 一個 國媽家有兩個名樓 一個是季陽賢王成柱 一個是什麼 林家的祖先 所以 他的國媽家有兩個鄉 好 那我們一進來到他這個 東南方的地方 你看 風 這很舒適 我們到廟裡面是看什麼 龍和柄 但是我們在 名家是看什麼 對看柄 所以我們要看左邊完之後 看右邊 那看到這一個門楼 你可以看到他的氣派 第一點 凹塑式的話 一般就凹一個而已 他凹兩個 你看這裡 凹一次有沒有 這裡凹一次 這裡再凹第二次 雙凹 雙瘦 凹塑式兩種 有沒有 這裡凹一個 這裡再凹一個 一般的都是平的 他凹兩個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的話 是做什麼用的 剛才 剛才有人答對 現在不敢打 這就是槍孔 這是槍孔 那你看 這個槍孔 在這裡 這樣子打過來 有沒有 這個是做什麼 因為打人打不到 打到自己的槍 夠衰 打到之後還彈回去 彈到這裡 這都有痕跡的 表示以前真的是有開槍過 不是做假的 不是做假的 那我們看一下 左邊 左邊的話 你看 這個叫牡丹 這個叫 鳳凰 對不對 牡丹配鳳凰 其實這應該是 RX麒麟嘛 三王土 但是他為什麼只有兩個 我叫你看對看 你就說 左邊看完看右邊 所以牡丹 鳳凰之後配上什麼 這隻是什麼 錦雞 也叫獸鳥 以前做官不是有一個 腰帶嗎 叫獸帶有沒有 這叫獸鳥 所有鳥會配上什麼 茶花 那後面有沒有 麒麟什麼 沒有 就兩個 所以他兩個一定是 對稱 不會去鼓鼻 了解嗎 不會去鼓鼻 所以這個叫群毒 那這邊有叫妖毒 這個叫身毒 這個叫頂毒 然後這個叫水車毒 這樣了解嗎 我講比較快一點 因為時間上有限 那看鼓仔 你看他的東西 他的東西 都是一定要有中心思想 往裡面 往你 往中心 往裡面 所以你看他吃虎 一定是怎樣 往裡面 那裡面那一隻呢 一定也往裡面 就是每個東西都會往裡面 像這一隻 這一隻叫什麼 這一隻 這一隻 麒麟 麒麟 他是心愛 有一句話叫獨佔鴻 叫熬魚 熬魚 他是魚要龍門 魚要過去 龍門就變成什麼 龍 但是他沒有藥 他是物吃的龍豬 那熬魚 他喜歡什麼 吃火 所以在這邊可以防火 是這個意思 那這隻是吃虎 那這隻呢 就是熬魚 熬魚 獨佔鴻頭的意思 好 我們左邊看 我們看右邊 那來到這一些 一定要知道這兩隻 白菜貓的故事 因為你講到白菜貓 就可以等於什麼 災星山莊的 那白菜貓怎麼由來 我們來講一下 兩隻貓 兩隻貓 我們要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一個圖 來 大家看一下這個 請問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龜靈膏 以前沒有讀什麼書 怎麼辦 你要去買藥 叫你怎麼吃 黑骨燒 你看一下這裡有一隻什麼 黑啊 黑啊 這裡有一隻什麼 骨 黑骨 黑骨燒 所以叫什麼 黑骨燒 所以這個是吃什麼的 黑骨燒 是吃什麼的 咳嗽的 這樣了解嗎 因為你沒有讀什麼書 你來看古宅 他也沒讀書 因為很多東西 就是用這樣子去延伸的 好 那你們懂了 發揮你們想像力 來 兩隻貓叫什麼 三十而立 四十 五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古萊斯 八十 就是 冒蝶 兩隻貓叫 冒蝶 一個老 一個字 一個毛 有沒有冒蝶 好 表示八九十歲 好我們看白菜 當初光熙皇帝他娶了兩個妃子 井妃跟香妃 他 他爸爸 他光熙皇帝要娶他的兩個女兒 他爸爸送給光熙皇帝 一顆翠魚白菜 為什麼要送他翠魚白菜 因為翠魚白菜打開第一葉是怎樣 白色的 第二葉也是白色 第三葉也是白色 所以翠魚白菜故宮的三寶之一 曾經到日本去展覽 現在回來了 翠魚白菜上面有兩隻動絲 所以母瓶怎樣 植櫃 所以上面有兩隻動絲 他送給光熙皇帝翠魚白菜 代表怎樣 我女兒嫁給你是清清白白的 那這裡有冒蝶加上翠 這個白菜代表什麼 我林其中蓋這麼豪宅 以前這算豪宅好不好 不拖不牆 一身清白 所以 兩隻貓 一顆白菜的 叫一式清白 這樣了解嗎 那我剛才講過了 來到台灣沒有什麼 就是無骨功縮嘛 然後就是人的心話嘛 你看 所以這邊 這個圖案像什麼 外圍這個 叫佛守 佛守 佛守有沒有 佛 佛跟獸 取諧音 要有想像念 佛守 佛守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他九天星斗畫文章 可以告訴你 就是說 他在想像中 晚上觀天星斗 換來的一些文章 就在裡面 帶大家去裡面欣賞 當然要進去裡面欣賞之後 這個就是他的門檻 沒有人要做門檻 因為都無障礙空間 像老大哥要爬過 比較不方便 但是以前為什麼要設門檻 原因只有一個 我們進去的時候 不是你 如果說他家兒子打破 你家玻璃 就是親門打破 就是你可以打破 你現在人家都打破 我們家的玻璃 就親門打破 那做這個的時候 就是告訴你 做人要怎樣 謙卑 你過去他的時候 你會不會跨過去 會 你要看著他 所以你頭會大膽 這樣大膽給他走過去 是不是這樣 所以讓你告訴你 做人要一個謙卑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往裡面走 這個就是門檻 剛才那個是大根 這個是小根 這個門關起來 這兩根的土壘 它就是非常艱固 有沒有 這兩根大的土壘 非常艱固 那裡面就會有槍口 你們可以去看 那為了要證明 我剛才講的兩層樓 你可以看左邊的 左邊它有樓梯 可以上去樓上 好 這是兩層樓 好 但是要讓你們了解一下 對 本來就那麼早 以前都是這樣的 那這個地方是做什麼 譬如說你有什麼 去就都在這裡 在做 二樓梯 可是很窄喔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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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他講 這個蜘蜘蜘 一定是往旁邊 好 這邊的蜘蜘 也要方向一定往裡面 有沒有 好 那 因為它是 從漳桌過來的 漳桌過來的時候 你直接看 它都是做蜘蛛 一個蜘蛛 一個蛛 如果是全桌過來的話 它會做一個什麼 碎花 所以建築是不一樣的 你要講一下 你只要看這個 你就可以知道它 建築是不一樣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吃虎 這邊是一隻吃虎 然後這個兔個魚 代表是 黃 黃什麼 黃火的 好 那這個都是卡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要做卡順 為什麼 不做釘蛛啊 以前就有釘子喔 為什麼不做釘子要做卡順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 在五行裡面 因為我跟你講 它很注重空水 因為五行裡面 金是刻木的 木刻什麼 木刻水 水刻什麼 水刻我 火刻什麼 火刻金 是循環的 所以它是金刻木 五行裡面 所以你木頭 不能釘釘子 釘釘子會怎樣 會生鏽啦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那背面的話 這邊咱們看一下 這個是圓形的 圓形的代表什麼 圓滿的圓 圓形代表什麼 你們圓道而來 圓形代表什麼 我跟你很有圓 圓就是圓滑 圓龍 那圓龍的東西 叫圓字體 這邊寫了一個 山居秋名 有沒有人看得懂的 空山心以後 天氣晚來秋 後面先這樣 明月松間照 清泉時上流 竹軒歸萬里 連動下雨 不錯 再來 沒有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 這句話寫在這裡 這是 弱世民 山不再高 有仙則 水不再深 有龍則 零 思思 欸不是 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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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句對不對 台下有紅爐 往來 五百丁 但是這裡為什麼沒有寫 寫不下嗎 不是 這個叫過門 過門就是 這兩句話 待會你問我 寫在客廳 寫在客廳 那從這裡 延伸到客廳 這樣了解嗎 這叫過門 所以讓你們看一下 那其實在新山中 椒子草之外 最重要的是 鑽雕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鑽雕 你看這個鑽雕 這個鑽雕 這個鑽雕 這個地方有沒有 岔角 就是不是平的 懂嗎 不是平的 會有一個凹粗的地方 岔角之後 會刻蝙蝠 然後會刻蝴蝶 代表什麼 蝴蝠代表什麼 蝴蝶 蝴蝶 蝴蝶呢 也是蝴蝶 他看不漂亮 很漂亮 讓你們了解一下 因為時間上有限 只有一小時 我們趕快走 康太宗是誰 康太宗 李世民 李世民 對不對 李世民講一句 什麼話 他說 靜子 我以同為淨 可以正一端 那以死為淨呢 可以知心退 那以人為淨呢 可知進退 吾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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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蝶 吾師 吾師 gro 那屋頂為什麼它左邊比較低,左邊比較高,右邊比較低,左邊比較高,因為它可以光線進來,右邊比較低,它可以擋風 那這個是叫什麼? 這一個 這個要給老鼠走 這個叫鳥踏 那正確名字,為什麼叫鳥踏 我住在裡面,有沒有鬧鐘? 沒有鬧鐘,早上要怎麼起來?沒有人叫我,媽媽已經去種菜了,怎麼? 那個鳥踏,鳥會飛來踏在這裡,叫你起床 所以我叫它是鬧鐘,這是我的詮釋 那這邊為什麼比較低,因為是後面嗎? 那這裡是馬背 以前清朝的時候,明朝的時候要秀才,才可以有馬背 要舉人才可以翹燕尾 那現在可不可以翹燕尾? 在清朝的時候,只要你有錢就可以翹燕尾 所以就沒有說翹燕尾一定要是當官的,沒有這回事 這讓你們了解一下 那這個是,就有了,這個是可以當作槍口 翹燕尾是像那個那樣子嗎? 對,就像這個翹燕尾 它已經改掉了,本來是翹燕尾 然後這個呢,這個就是槍口 待會再帶你們繼續看 從裡面看出來會更漂亮 來,我們從這邊 這個會有四顆,四顆什麼? 四子 畫畫想像力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 一二三四 四四如一 四子有沒有?四四如一 有沒有?要畫畫想像力 好不好?要畫畫想像力 因為那邊會曬太陽,我先給你介紹這一個 你看這一個是不是比較寬 這個比較窄 為什麼? 你看這個比較寬 這比較窄 有沒有?這一塊比較大有沒有? 這一塊比較小 為什麼? 而且你看這一塊喔 這裡是,釣上去的喔 那再釣一個圖案 這有沒有比較漂亮? 嗯 有嘛齁 有比較漂亮 那這個叫一丁一順 你看這個一個丁 那如果這個沒有就一丁兩順 這個沒有的話就一丁兩順 那這個又沒有的話就一丁三順 那沒有一的就一丁三順 那有一個一丁一順的桌子 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叫做什麼? 土甲草 土甲草 那土甲草的話齁 這裡面有人叫抖氣磚 為什麼叫抖氣磚? 以前日據時代齁 米齁 是照分配的 啊你秀材要分那麼多 給你雞人齁,給你雞分一刀 那米一般名展怎麼辦? 他把他這個磚塊拿起來 裡面挖空可以放一朵米 所以這個又叫為抖氣磚 在倡利 所以抖氣磚是後面來的 那以前在叫做什麼? 金包牛 有人還叫金包銀 那就是取得亂七八糟的 是這樣子 所以讓你們知道 可以金包玉也可以,金包銀也可以 那個就是懸疑 那我們現在過去有一點太陽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它講過去一下好不好 來 來,我們看一下齁 這邊是他的龍編 那龍編的話 他就寫一個讀書辯家 他是當武將的 所以他就是怎樣? 告訴他的子孫 讀書就對了 所以這邊寫一個 敬你修身、檢你養的 入則讀心 出則有閒 有沒有 就告訴你 你要讀書要靜下心來去讀書 好不好 那講來講去 只要講四句話 那四句 讀書者會怎樣不見 所填者呢 就不會積 積得者呢 就不會勤 那摺交者就不會敗 他都寫在這裏 這樣了解嗎? 除了這個書券窗之外 就是再加一個讀意 那竹子 不用我介紹 空心的代表虛心 竹子斬戰 節節高升 我們看一下 他讀書變加 左邊會寫什麼? 退一步海扣天空 右邊會寫什麼? 那片刻時心愛你的 就是告訴你要讀書 你說片刻不能人 環腦日月爭 小心水口圓 環事單人耐 以人欲存心 以人浪皆物 所以你會退一步海扣天空 那片刻時心愛你的 是這個意思 告訴你就是要把心靜下來 了解嗎? 我們趕快走 你們來到這裡 最主要看到的一個是 他的速德堂 速德堂 因為其實他姓林 我剛才講過 姓林的都怎樣? 很有錢 對 有沒有姓林的舉手 有沒有 姓林的要舉手 姓林的都很有錢 姓林的應該是叫西河堂 他講到祖宗教 他的祖先 講到祖先 那祖先的話就是 因為要樹立典範 那有時候又有人講說 為了怕讓人家知道 你是姓林的很有錢 所以就一個速德堂 我們看一下 來到樹德堂 你看到這三個是誰? 這三個是誰? 一、二、三 這三個是誰? 這三個 這三個 一、二、三 有人說 有人說 我直接講答案就好 那有人說 他是什麼? 才子獸 因為他抱一個小孩子 那左邊這裡有一個人拿個旗子 這個拿一個球 這個拿一個旗 這個拿一個慶 所以唸快點叫 祈求吉慶 這樣了解嗎? 他以東西來代替 了解嗎? 祈求吉慶 那很難得的林契聰將軍 他蓋這個宅院 他這個地方最重要之後是 後路想要戴寒命 戴好 為什麼戴孝 你看這個叫器官尋母 我直接講答案了 沒有什麼時間 那這一個呢 叫魯故不帶 因為這個 故人 他的年齡給誰吃 給老奶奶吃 他沒牙齒 那這個小孩子不給他吃 只是牽著手 代表這個是婦人 是怎樣? 魯故不帶 他是要給他的 阿嬤沒有吃飯 沒有辦法咬東西 就年齡給他吃 是這樣子 來 左邊四個 右邊四個 所以他們是什麼? 為什麼要用八仙在這邊? 你們如果家裡結婚的家裡 怎麼會看八仙? 為什麼? 人拐我們就被人拐了嗎? 不是 八仙代表什麼? 喜慶之神 因為他有吹笛子 有芭蕉 有跳舞 有花蘭 對不對? 所以是喜慶 還有一個講法叫眾先允許 他有八個仙人 來給你祝福 是不是很熱鬧 所以眾先允許 那這個是八仙的奏器 那我講一下 林啟宗他的 林啟宗他的概念 無江海而險 不導引而受 他不用去遊山玩水 在這裡就怎樣? 可以借行器之導引而長壽 乃邦家之光 非 我特別注意 非履履之龍 有非的時候 這種古字 你就是往後面 翻回去就好 非就是不是 不是什麼 履履就是地方的環龍 不是我的光榮 而是誰? 乃邦家 是國家的光榮 意思一樣 待會有時間的時候 你看一下這個催涕 這個催涕 這個催涕 無人說就催涕 有人就岔岔 有人就偷目都可以 這個催涕是兩面的 別的地方的催涕是有一面 你這邊看一個圖案 後面看有一個圖案 你可以有空的時候 你看一下 兩面的圖案不一樣 那左邊這裡呢 有兔子 有芭蕉 代表什麼? 多子 那這邊呢 有南瓜 有老鼠 也代表多子 那你可以看一下 小雨從山後 催涕白武前 小雨從山後 從山是幾月幾號 三月初三 你們掃墓是幾月幾號 四月五號的舉手 那是泉州來的 三月三號掃墓人 舉手 張州來的 過年後就去掃墓的舉手 客家人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區分 怕你們全張瀉鬥 去掃一下門都完結 所以把它分開了 了解嗎? 那他是從山去掃墓 所以他是什麼? 張州人 小雨從山後 催涵白武前 搖成瓜慢水 換成木南船 木南船就小船 他說他三月初三 換著小舟 在想的一百零五天前面 一百零五天前面 是什麼日子? 冬至 你們回去算 三月初三 往前算 一百零五天就是冬至 他在三月初三想說 如果今天是冬至 大家團員的日子 那該多好 所以寫在這裡 了解嗎? 那左邊是字 那右邊呢 是畫 你看一下 這一幅畫拍照 就拍膠子桃拍這個 這個的話是最完整的 你看這有列掉了沒有 比例有沒有 這不是比例 因為膠子桃 不是整幅畫掛上去 膠子桃是這樣 一小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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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低溫 七八百度去燒烤 燒烤完了之後 再來這裡 稍微收拾貼上去 那這隻公雞 我待會再給你做介紹 它是冠上加冠 公雞有冠 公雞有冠 代表文冠 對不對 文冠冠上之後 沒有機關花 是步步高升的意思 所以他放在這邊 重不重要 很重要 那左邊這個就是 左邊這個就是 一瓶青蓮有沒有 有瓶子 有蓮花 一瓶青蓮 那這邊有柿子有香爐 叫柿子旺香 因為獅子的嫌疑叫獅子 獅子 獅子的話就是說 學生在外面讀書都叫獅子 希望他回頭忘得家鄉 不要忘記家鄉 他是告訴他的子孫 要記得家鄉 那這邊就是三元吉地 這是五子登科 有沒有人知道五子登科 有沒有 都不知道 好我們到裡面 我們進來小聲一點 不好意思 現在開始要講鬼片 你們看這一幅畫 這個是誰 這個地方是客廳 所謂客廳是因為 客廳他在這裡 他要宣揚 如果有客人來說 他要講說 我當初多麼厲害 多麼厲害 所以這邊會掛誰 名人 這個是 郭子儀 郭子儀 單起互惠的相片 好我不講他的故事 沒有時間 我們來教你看古畫 你看郭子儀的眼睛看了誰 看了馬桶 馬桶的眼睛看了這隻馬 這隻馬的眼睛看了誰 我再講一次 郭子儀的眼睛看了這個馬桶 這個馬桶的眼睛看了這一匹馬 這一匹馬的眼睛看了誰 看著你 不管你在哪個角度 都是看著你 神奇嘛 那你說 這樣子的東西要不要再修復 不用修復了 修復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那個工地 了解嗎 所以大上跟你講一下 我們看哪 左邊看右邊 那這一幅畫有沒有三角點 誰看誰都沒有 但是你看這一幅畫的時候 有一個特殊的東西 就是這一根棍子 有沒有很特殊 這裡還有一隻蠶蠟 那他拿著棍子要打蠶蠟 有人說瀏海矽金蠟 有沒有 這隻蠶蠟這根棍子 一直 看到誰 看到這一個人 對不對 你近一點看 看這一個人眼睛是看著誰 因為有一點舊 你可以近一點 這個女生眼睛是看的 甚至看古畫 好不好 好 那我再來講一下 那這裡有一隻公雞 大不大隻 這外面那隻像不像 這也是公雞 對不對 公雞 怎麼可以詮釋它 它是穩的 因為它頭上有帶什麼 機關 是穩的 它是不是穩 它有爪 它能穩 能穩 而且它很勇敢 所以穩 穩 勇 為什麼勇 母雞做小 要老 因為要做他小雞 它會不會保護他小孩子 所以它會不會勇敢 文武勇 它會不會 很有忍 因為 公雞 雞 你有沒有阿伯 你知道大哥 老大哥 雞你有吃的東西 它會叫人來吃 它有沒有很難吃 忍 所以文武勇忍 它一個是什麼 它一個是什麼 信 公雞早上會不會叫 它會想守信用 不管陰天白天 早上時間到它就叫 叫你起床 所以文武 所以公雞動物都要 很重要 以後不要再吃它了 沒有 開開玩笑 這是公雞 那整個這個東西叫做 什麼 三通 三通 就是一通 兩通 三通 幾個瓜桶 一二三四五 三通五瓜 那我一個問題請問大家 你看一下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藍色 為什麼這邊是紅色 有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好像貝殼 砍在裡面的東西 跟這個藍色 好像不一樣顏色 對不對 為什麼會不一樣 有沒有人知道 他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我送他的小禮物 我不要跟我爸爸媽媽講 我直接把宅宅過路給你 沒有人知道 那好 我跟妳講 以前 現在廟宇也有 以周欣為主 左右兩邊叫做拼圖 準廟也有 這邊有一個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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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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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嗎 所以這叫拼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孔雀開庭 孔雀開庭 孔雀開庭 護貴圈 所以那邊也是一樣 一樣 那妳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像不像 因為我們是 鄭成功之前是受過荷蘭的統治 這個像不像外國人 有沒有 有一點像 有沒有 有像對不對 那這個呢 五番打女 你看這個五番打女 但是 我比較納悶是 他為什麼會兩個人 那誰來打你知道我 你打的是我打 他說我們看對面 這有時鐘有沒有 時間到了自己換人 我們會這個時鐘在這裡 好 時間到了 以前就有懷錶 懷錶是什麼 懷錶是一個象徵 有錢人的象徵 這樣了解嗎 有錢人的象徵 所以在這邊你看到 這是秋心八首 那這個是白虎冠 橫金古竊白虎冠 他就告訴他的子孫 參與皇宮裡面一個白虎冠 他就希望說他們參與這樣子的正式 那這個對策 摳一豬鳥堂 也是其中一個堂 他是需要 他去參與皇帝的一些政策 需要寫在這裡 大家簡單的做介紹一下 那我們就是把它移到裡面去 我們去看一下 因為時間十二點就要 講到的過門在這裡 有沒有 談笑有紅爐 往來無什麼 白虎 但是你不能罵人 我沒有讀書 你就不能來嗎 談笑有紅爐 往來無白虎 所以他談笑有紅爐 往來人 結束了 白虎写在後面 白虎写的 所以他沒有罵人 懂我意思嗎 談笑有紅爐 往來無 這句話結束了 他刻一個白虎在後面 表示這句話是白虎写的 你不能說你沒有讀書 你住就不能來 不可以 所以他是寫在這裡 白虎写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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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有螃蟹 螃蟹代表什麼 褐甲 因為八度來的有什麼 褐 有沒有 那螃蟹旁邊配蓮花 蓮花就是 有三顆嘛 是不是 之前人家算的 三顆蓮花 就連種褐甲 是這個意思 然後我們往到裡面 我們到裡面 外面吃掉 因為你待會去看他的花瓣 他花瓣是旋轉的 不是平面的 是這一股 那我剛才講說 他是林奇中的樹仔 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姓林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姓林 我沒有騙你 他寫在這裡 他姓林 有沒有 姓林 那你看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懷錶 懷錶 懷錶代表什麼 有錢人的象徵 只要姓林的都很有錢 對 姓林的都很有錢 齁 您寫在下面 下面 對 對不起 我就說這裡 不要吃得好 沒有看不到 那鑽雕這一壺是 那邊是同修過 這一壺是完整的 這一壺叫什麼 這是靈之九 這個叫麻菇獻獸 我直接講答案就快了 麻菇獻獸 有一個麻菇獻獸 希望這裡常常有什麼 極慶元年 極慶元年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邊的鑽雕 他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我們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有一隻馬 有沒有 上面一個太極有沒有 那左邊這裡呢 就一隻龜有沒有 龍頭龜身有沒有 那以前齁 在大雨治水的時候 從河裡面出來什麼 一隻馬 馬背上面有一顆黑點 九顆白點有沒有 那 兩顆黑點 七顆白點有沒有 那個叫 何出土 露出書 閒冷則之 意思就是 太陽 兩極 那 如果妳有看到這樣 太極兩極的東西 妳去看他的鼓馬聽 一定會有 太極生兩極 兩極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那在這裡 那邊會曬太陽 我先給妳講 四象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花 梅花 梅花 梅花會有鳥嘛 對不對 叫早春花 因為冬天再來就是春天 所以叫梅花 代表什麼 冬天 那下面這個呢 下面這個是麒麟 這個是什麼花 這個 這個 鑽雕這個下面這個 鑽雕這個 看得到嗎 這個是 牡丹 牡丹配鳳黃 在門楼的時候 我有講過 牡丹配鳳黃 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 春天 那冬天春天 有了 左邊這一個 這一個 荷花 荷花有沒有 荷花邊荷有沒有 代表地 一平關就是荷 有沒有 長壽這個是夏天 那這個呢 這個是菊花 菊花代表什麼 下面的專家那個是菊花 代表是冬天 所以你要春夏秋風都有 有沒有 這是四象 我代表給你看 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 那再來講 這一個 三王土 以前我們文官 清朝的文官 那個身體上面 他穿的是什麼 文官穿的是什麼 灰琴 那五官呢 就是走獸 有沒有 你要看他是文官五官 看他衣服上面 貼的是鳥飛的 還是在走的 齁 所以是文官五官 人家說衣冠禽獸 就是這樣來 呵呵呵 以前的人都是這樣子 衣冠禽獸 有沒有 就是這樣來 好 那我們過來這邊 再曬一下太陽 來 為什麼剛才說 兩邊是叮叮 你看這個湯門 跟這個湯門 有沒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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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戶有沒有一樣 形狀是不一樣 所以是兩邊是這樣 不同的公班 這樣了解嗎 兩邊是不同的公班 齁 剛才進來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竹子 這個也是竹子 都是竹子 對不對 你看到這裡 有幾隻扁子 有幾隻扁子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那這個都是八仙 八仙 和八仙 然後這個是獅子 大仙 有嗎 獅像合體 之類 我就不再講 那為什麼它有五隻扁在這邊 叫五福 那你們有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五福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五福 三約康聯 四約德 你看說它用很多的竹子 四約德 五約什麼 討宗明 就是五福明 好不好 那你看一下 太極生兩魚 四象有兩魚 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是什麼 公雞代表早上 這個代表什麼 兔子 代表晚上 但是它為什麼用個搞圖這麼可愛 因為我剛才講過 它希望它人丁兴旺 所以 白天要不要做 要 晚上要不要做 努力做人 了解吧 所以白天要做 晚上要把它搬做 這樣了解 所以 日出而做 日落 還要做 希望人多生一點 那你看看 外面的門印 都是 遠景為什麼是四方的 你會發覺到為什麼是四方的 因為它希望什麼 它的子孫都是當官的 所以會有一個官印 官印是四方形的 所以它 四方形之後 外面還在家圓樓 你能做官 但是你不能做人 官也做不久 隨便去抬頭 什麼長橫根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還要圓樓 所以是這個意思 所以太極兩魚叫什麼 生四象 太極兩魚生四象 哇 超順的一個去了 這個叫子孫相 也叫驕塞湯 所以驕塞湯 就是說 你把人 在裡面 那邊 來 你進去 好 你進去 演一下 你前面一點 你前面一點 你前面來這邊 你看得到它嗎 看不到 以後你要 以前在 就是媒座之眼 父母之命 他躲在這裡 我們看不到他 那 你未來的帳戶 就從這裡走過來 你喜不喜歡 喜歡你就點頭 就成交 不喜歡 從裡面看出來 是很清楚的 對 裡面看出來很清楚 那個窗戶再關掉更暗 所以叫驕塞湯 這樣了解嗎 好 讓大家猜一下 這個東西做什麼用的 槍口 槍口 好厲害 這是槍口 槍口 那這邊為什麼會做 因為這是個孤馬疼 孤馬疼 是最重要的地方 喜慶的地方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 越來越高 有沒有越來越高 它現在是步步高深 有沒有 我們剛才這裡是最高一點 後面是更高 所以越來越高 有沒有 所以常常是喜慶眼淹 那這個洞下面是什麼 這個是我最欣賞的一個 叫呂布 呂布 好 那這個是劉備 那這個是祁鈴 祁鈴就是那一個曹操的代表 一方霸主啦,不能說曹操 那他們是三方 那說的三方的霸主 然後這兩個都要來拉攏呂布 去攻打對方 那呂布呢,也不甘事鬥 也不能讓你們這樣子 所以他就跟他們兩個講說 他有一個弓箭叫棋 剛才講的那個棋有沒有 這個棋有沒有 不是這個,這個棋啦 棋慶的棋有沒有 他把棋插在 風水池那裡 他說,你們兩個我要是一個弓箭射中那個棋的話 你們就各自退冰 好不好 大家想那麼遠怎麼射中 他就一拉就射就中了 這叫原本射棋的故事 這樣了解嗎 好,那這個是百花霜 百花霜 為什麼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好,我公佈答案好了 因為沒有什麼時間 這個是 差不多130年的 這個差不多50年了 這個差不多5年前了 這個更新去年的 掉了才補 掉了才補 那他是三開間 三開間 這個有極限的時候 他就可以打開 這樣了解嗎 有極限他打開 不然他是沒有打開 所以你看 我打到跨古措 他的人物都是往裡面走 有沒有 他人物一定是往裡面走 不會往外面 你大致上的全部的人員都是往裡面走 這樣了解嗎 都是往裡面走 有中心思想 待會再帶你們去看秘密通道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邊看進去的時候 對不對 會有這根擋住 為什麼要擋住 擋住後面那一根 因為後面那一根 最重要 就是堂寧 這個房子的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最重要的地方 他會有什麼 陰陽太極就定在那裏 太極 從那裏開始延伸 太極生兩輪 兩輪生事項 是不是這樣 幫生八卦 是這樣的延伸 但是 不然太讓大家去侵犯到他 所以他用三蓋公園 稍微擋一下 這支是三蓋公園 帶天關、地關、水關、三蓋公園 稍微擋一下太極 那你看太極之後就生兩輪 兩輪就剛才講的四項 那四項八卦在哪裏 八卦就在這個旁邊 有一個八卦 八卦 是這樣子延伸 所以萬一有看到 河圖 那個 河圖洛書這一個東西 大部分都有這樣子 會有這樣子 那我剛才講過 他有一個義務叫 黃成柱 你看他有兩個箱子 那左邊是黃成柱的還是林家的 你們覺得呢 左邊是 左邊比較大 那左邊是林家的還是右邊是林家的 左邊的 左邊的 既然要供奉林家 他是完成是姓王 但是我們還是給他擺在大邊 因為你既然要放財 你就要大邊放桌了 裡面裡面有一個人的 我們進來看這幅畫 我剛才提的那個位置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是他最有名的一個戒話 這個是比較少叫和和和仙 和和仙 那這裡會有弱音或有我們的弱音 所以他才會弱音 那這和和和和仙為什麼放在這邊 和和和仙是喜神 喜慶之神 和睦和和和仙 他是需要他的子孫 誰啊 大家都和睦 融融 所以他把它放在這裡 這樣了解嗎 簡單講一下 那他們是沒神明 因為他是少安客 漳州人 所以神在廟 那堂呢 祖先在堂 那人呢 人在屋 處在堂 所以他們的祖先在這邊 廟都放在 神都放在廟裡面拜拜 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太極在家 這個還看得到 看得到 他就像一個名傳的 看得到太極 看得到 這支頂牛 一定會透出 一定會透出 叫做出丁 頂牛一定要出丁 所以這支會透出 透出才會出丁 了解嗎 這支會透出 剛才那個東西叫北斗飾 這個呢 叫做穿斗飾 所以會有H形的 會有H形 了解嗎 那這幾套 兩通三瓜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叫什麼桌子 我們也知道 這個叫什麼桌子 這個叫巴賢德 為什麼叫巴賢德 這叫貢桌 為什麼叫巴賢德 因為他這邊可以坐兩個 那邊坐兩個 這邊坐兩個 這叫巴賢德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呢 頂牛的 我會給你頂牛的 上下桌 下是一個屋 裡面有一個夏天的下 下桌 頂牛的 上桌下桌 那神在上面 這塊大塊 巴賢德 就是王城主 那後面開始 他們臨家的祖孫 所以剛才會踩大邊 了解嗎 那你看一下這一個 它上面這個 都是一個什麼 萬字有沒有 萬字 有沒有 都是佛教的萬 因為萬字的話是 萬字的話是 這樣子的 不然就是希特勒的 誰反而就被希特勒了 好 那你看這個 葫蘆有沒有看到葫蘆 這個角度這樣子看是個葫蘆 你不要看大圓 看這個葫蘆有沒有 葫蘆可以知道 納財 所以這個是葫蘆結成的一個 錢財有沒有 葫蘆有 葫蘆有沒有看到葫蘆 有啦 不用再多解釋 萬一時間上有 那這個字話有一點退掉 王宥君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 王宥君人品甚高 有沒有 他是希望他主持東徒書 那這裡 你會看到第一件是怎樣 忠誠孝子 有沒有 第一件是忠誠孝子 然後看左邊 第二件是怎樣 讀書庚典 都還裡面看得到 那在這邊是他的最重要的地方的行業 我媽聽 所以左邊有一個甘露寺是怎樣 三校周圓的故事裡面有一個 別人夫人又哲兵的 甘露寺看女性越看越有趣 有沒有 是這個男的 那這邊呢 就是李白 這個是寫李白 那這個呢 楊貴威的哥哥楊柏東 那這個是高利是太監 這個在講什麼故事 他幫他磨磨 這個在講一個故事叫做什麼 醉血翻表 那官方進貢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翻表 文武擺光 沒有人會翻這個字 那這個字沒有人會翻怎麼辦 大家都講說李白會翻 但是李白前兩年要來考試的時候 楊柏東跟他講 你沒有給我這個樣子 我練一下 啊我 哇 你只配我 幫我磨磨而已 那這個高律師呢 就附和說 啊你也不配啦 你只配幫我穿鞋子而已 所以 李白就說 好你要我歡迎可以 楊國中來幫我磨磨 來高律師來幫我穿鞋子 那翻了四個字很有趣 我寫給大家看一下 翻了四個字很有趣 我寫一下 我一個陳薰曲佳 豐磨磨磨's soundtrack 全心取佳 天薰曲佳 好來大家來顧個字 好來大家來顧個字 天薰曲佳它只要每個字加一畫 天薰曲佳它只要每個字加一畫 會變什麼 天薰曲佳每個字加一畫 它翻成 翻斑就下得屁股那样 然后我把它加了 一画 两画 三画 四画 天加一画就变成什么 胃 加一些叫必 敢在上面加一横 取就是敢 再加一画就是来 未必敢来 翻斑说 天上就是最大的 我想要什么 心就是想要取这块土地 天心取家 我们礼白给他翻回去叫说 大这里来 未必敢来 你就来看看 所以翻斑就 就回去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礼白他的施质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他在右边这个是礼白的最诗篇 最诗篇 所以他算是蛮有一个财富的 然后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因为时间上有些快要改 我带你去看一下秘密通道 来我们这边走 往上看一下 这本来是盖住了 你看这里都有通道 那这个通道就是刚才我在原本射击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讲一个洞枪孔 那这里是跑来跑去 从这里跑过去那一边 秘密通道 那可以对外面射击 那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 所以可以跑来跑去 那如果再沦陷呢 就从这里出去就无敌了 留着青山寨 不怕门才少 从这里就跑出去了 这样了解吗 不会死守 不会死守 上面本来是风 上面本来就是像这样子 这里就是盖起来的 所以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跑来跑去 相通的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好 那我们去看一下他的水景 这个厨房 你有没有看过他的浴室 古代是没有浴室的 那他怎么洗澡 厨房烧水 厨房烧水 提到房间用叉的 在我们那时候 这个布置差不多是五零年代 就在厨房旁边洗 以前的话在五零年代 我小时候就比较窮 就是在厨房旁边 这是五零年代的摆设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厨房有这些 这个就是水缸 这个是上面为了 大爱才为了开心 那在这里给它加上去 这样了解吗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看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洞 那里有一个洞 这里有一个洞 为什么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洞 为什么 老鼠洞 你还养老鼠 老鼠就给他杀死了 我还养老鼠 所以以前猫是怎样 是很好的动物 不像现在 现在猫应该是跟老鼠是好朋友的 现在这个是猫在走的 叫猫洞 因为猫以前是好的动物 所以会猫捉老鼠 了解吗 所以这边是什么 湖边 所以说 东西当塞病 当塞怎么来 着礼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边住的是二哥 大哥住那边 两个媳妇就是当塞样 夺理 所以他会 那西香记在哪边 西香记就在这边 的故事叫西香记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以前张会有一个 一个叫龙兄五弟 为什么叫龙兄五弟 龙边坐大哥嘛 五弟就是坐这边 龙边五边 这个意思 所以人家说龙怕草 好怕草 龙怕草 所以厕所一定在哪里 在左边 所以厕所一定 你去庙的时候 不用问一下厕所在哪里 面对庙的左边后面一定是厕所 不用问了 龙怕草 好怕草 所以厕所一定盖在后面的左边 那水井一定在哪里 我在龙边 为什么我在龙边 因为好的水 没有人敢吃 所以水一定在龙边 所以我们带他去带你们去看一下 他的水源在哪里 因为水很重要 那出去之前 因为外面太阳很大 先给你们做解释 他是客家人 所以他有一个叫化胎 刚才在跟你讲说米龙 刚才我们在那个有机农场那边 讲到米龙 米龙就是说你盖了这个宅院 在地的那个神 龙神会不会跑掉 会 所以你在迁居的时候 要拜拜的时候 做一个米 用米去堆一个龙出来 就是要请这个龙神来 义士继续来保佑我们 所以会做一个龙 米龙 抓一个龙神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龙它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万胎化金 千金门楼 万金化胎 化胎是最重要的 后面一定会比这个地势高一点 那水才会往前面流 对不对 所以水这样子慢慢流出去 那才会再往外面再流 所以这边后面会比较高一点 那后面高一点 你看我们 我也是泉州人 我们的坟墓也是学这个人 所以后面会高一点 好像化胎一样意思 所以化胎 化胎这个东西就是化育胎儿 就是在这里孕育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靠山 我们的坟墓 我们的坟墓也是学这个人 我们的坟墓也是学这个人 就是坟墓的意思 简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 然后从那边再进去 好 我们在这边走 所以你看你的左边一定是厕所 你的左边一定是厕所 那这边的话 这边化胎为什么要那一个蛤 手下面没有关系 你这样不会晒太阳 为什么那一个蛤 我刚才讲过 这个水下来重不重要 水不能乱 水不能流到外面去 水要聚集在他家旁边 所以下来的时候 他这边要凹进去 至于老了 農理这家 这是他的钱财 了解吗 所以这边地势会比较高 那后面比较高 就可以养鸭养额 动一些水果树 赤足都会过来 可是这水应该要排得出去 会排得出去 然后这边水之后 再往那边再排出去 这样了解吗 慢慢地再排出去 排到什么 半月池 半月池 它是在纳采的 水不能随便就排出 又一个半月池 就是风水池 把这个水流下来 流下来再排出去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马背 这边是没关系 这边还没有开